六大开是八级拳核心积极理论 分别是顶、抱、单、提、胯、缠 六个不同方向的力 不是单一的某一个动作 动作只是力的一种表现形式 所以不要把它混淆 我们从第一个开始讲顶 顶是所有向外的力都叫做顶 与我们练习的称拳、顶肘、单一顶 这都是顶的力 第二,抱 抱指的是所有向回的力都叫做抱 我们所练的批抱、捷抱、缩抱都是抱 所有向回的力都叫做抱 单是抽着力 也叫边烧力 是一种放松抽击的动作 身体带动大臂 大臂带动小臂 放松手腕向外打出 单手 还有我们做二路所做的单手 它是一个抽的动作 提是一个向上的力 我们做跟提 做提膝 做调肘 做提肘 都是一个向上的力 所以所谓向上的力都叫做提 跨指的就是腰跨力 所以动作必须要旋转腰跨 横向旋转来完成动作 肘是一种缠绕力 螺旋向前或向回 比如说我们做的小肘 还有大肘 还有抱丝肘 还有腹后肘 都是用身体去带动小臂或者说是肩膀做一个缠绕的动作 这就是八级拳的六大开 不要用单一的某一个动作去解释六大开的发力 因为每一个动作都包含了六大开的发力技巧 这就是要达到六粒合一 包括内三合外三合 这样才能达到一个动作的完整性